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智能手机销售量的不断增多,移动应用的下载量和流媒体内容的观众人数数量也在大幅上涨,Hotster是Broadcaster Star India旗下的视频流媒体移动应用,今年上半年,这款应用在越活越度排名中位列印度市场第一名,去年8月,该应用的用户视频观看总时长达到了47.938亿分钟,而今年2月,这一指标数字增长了两倍。 达到了155.74亿分钟,在上一季度里,Netflix公司全球注册订阅用户数量增长也创下了历史记录,不少人都愿意为观看其原创视频内容付费,今年2月,根据RTI的统计显示,Netflix的订阅用户数量达到了9380万,其中来自于印度市场的用户量大约在211.500-337.300之间, 今年10月,该公司表示其订阅用户量增加了530万,完全好过于此前450万用户增长量的预期。 此外,他们还计划投入60-80亿美元用于原创内容制作。 在现阶段的印度市场,大约有30款不同的视频移动应用能够吸引观众。 去年,包括Netflix和亚马逊Amazon Prime等全球OTT视频领导者都开始进入印度市场。 此后一些广播网络支持平台也开始推出移动视频应用,比如Woot旗下的Viatron18和Azi旗下的ZTV。 现在,就连Reliance旗我和Airtro两家电信公司也要发布视频流媒体移动应用。 虽然目前印度智能手机渗透率只有大约34%,但是不少电信公司都推出了实惠的数据套餐服务,因此线上流媒体业务出现了大幅增长。 比如Reliance旗我公司旗下的无线数据服务,EG数据流量价格还不到10印度卢比,这还不是全部,由于Reliance旗我率先推出了廉价数据套餐服务,也让其他竞争对手,比如Airtro和沃达峰等也开始尝试提供,比普通流量服务更低的无线下载数据套餐业务。 根据印媒Financial Express的报道称,机顶和视频渠道的潜力巨大,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眼球,而且还能带来更多广告收入,特别是在体育视频领域。 最近,在印度版球超级联赛媒体转播权竞标中,数字渠道转播权的最高竞标价格达到了5年3900亿印度卢比或每年780亿印度卢比。 相比于上一财年10亿印度卢比的线上流媒体广告付费收入,如今数字内容渠道广告收入增长了8倍。 行业专家甚至还雄心勃勃地表示,在2016至2021年期间,数字广告行业增长率能够达到31%,毫无疑问,随着移动数据速度的提升以及智能手机渗透率的增长,线上流媒体将会是视频广告商的首选。 此外,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,机柄和视频点播WARD服务也出现了大幅增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